还没有跟分享小明的会议前同样的跟你讲个小童 有一个孩子 这个孩子叫小明 小明总是在睡觉前呢 总是要听爸爸讲故事才能睡觉 但是爸爸每一个晚上都是讲同样的故事 他总是这样讲 从前有一只青蛙 每一晚上都是讲这样的故事 然后小明很厌倔 他说 爸 今天我不想听童话故事 你可以讲科幻故事给我听吗 爸爸说 好 在外太空有一只青蛙 然后小明说 我要换故事了 你能不能为了要提早庆祝我18岁的生日 你能不能讲一些限制机的故事给我听 然后爸爸就看着他 然后说 爸爸 告诉你爹 告诉你妈妈知道吗 有一只没有穿衣服的青蛙 你看到吗 每一只他讲的故事是换不换掉 只是说 内容还是有一只青蛙 先知其实没有穿衣服的青蛙 然后科幻的就是在外太空有只青蛙 所以 兄弟妹 这就是不变同的一个情况 我们回到我们的系列 我们今天要看 上个礼拜 前两个礼拜 我有跟你讲过 我们的人的构造是灵魂体 你还记得吗 所以 我们既然知道灵魂体这个构造之后 我们来看 圣灵和你这个灵人 怎么样来工作 我们来看 OK 当一个人啊 已经重生了 永生就在他灵灵面 永生不是一件虚乎的东西 所以以后如果这个可以的话 我会跟你讲很奇妙的 永生的像型文字 这个甲骨文 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其实口上有字羊的 所以以后再讲 但是不是这样 但是我要讲的重点是 永生不是一种的口号 永生不是一种虚无飘吗 好像耶稣问他说 有个人 那个弟母来到找耶稣 耶稣人要怎么样才能重生 没有得到生命 然后耶稣人必须要重生 啊 重生啊 就是我要回到我母亲的胎里面 又再重新生出来啊 你的灵魂他说 不是 重生 永生不是一个产品 可以买得到的 永生也不是一个东西 你是虚无缥缈的 完全好像不能掌控 是不存在的 永生是一个生命的实质 那我们来看一个经文好不好 我们从生过后的生活 应该有生命的生活 我们一起来看圣经 根据圣经讲 我们应该要有怎样的生活 然后马书第六章二十三节 也叫梦想 Roman chapter 6 23这样讲 因为罪的公价乃是死 唯有上帝的恩资 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乃是永生 永生并不是一种产品来的 如果我们永生就是神本身的生命和本性 这生命能够改变我们这个腐败的生命 靠自己尽力做好人 不是基督教的信念 这只是宗教 基督的信仰在乎重生 基督信仰在乎接受永生的恩赐 当永生就是神本身的生命和本性 进入我们的心里面之后 而得到改变 神的生命进入人的心 创造这个内在的新人 我们有新人的救人 很多人就是停留在信耶稣 信耶稣了 买到ticket了 可以上天堂了 已经搞定了 他终于完成了 也洗了 感谢主佛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 那就好了 很多人是停留在这里 但是圣经讲 信主过后 你一定要有个崭新的生活 那就是上帝的 让上帝这个永生 神生命的 神永恒的生命 从你身上 展露出来 神的本性 从你身上 展露出来 很多人信仰耶稣就是这么样 他信仰耶稣 十年后 五年后 十年后 二十年后 还是没有改变 他还是一样 所以很多人就是奇怪 你的家里很多的那些人 你的亲戚 你的朋友 你同事不敢信耶稣 你这样还要来教我 信耶稣 不要吧 信耶稣没有什么大分别 因为我看你从你身上 我觉得 没有什么好 有什么好可以信的 你的信动 我信你差不多一样 我感到要跟你信 信的一样东西 反正都一样 有所以 生命必须要改变 我们活不住 见证出来 活不住 上帝那个生命出来 因为 我们 没有让这个永恒的生命 主的生命 神的 那个本身生命 从我们身上流出来 信耶稣不是好了 信耶稣不是好了 OK 终于完成一个 该完成的宗教仪式了 信主耶稣之后 你必须要流入 活出神的生命 然后我们生命 我们要把我们的旧人 逃掉 要活出一个新人来 新的人 我们 我们不能使我们自己更新 但 但我们 得了永生 我们就是 新造的人 有新的性情 这个我讲过了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新造的人 就是已过 一切都变成新的 你在基督里 你是新造的人 然后言文不是新造的人 言文就是你 You are new creation 新造物 这个新造物 这个新造物不是 完全不知道的 看不到的 不是因为你头上 有个关门 不然好像天子 那后面有两个字 不是这样 就是一过 一切变成新 上帝在 在上帝眼中 如果有人在基督里面 信仰耶稣基督之后 他就是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 必须把这新造的生命 丢出来 OK 我们去看 有人说 你必须把救我死去 可是当我们得了重生 救我已经死了 你的救人已经死了 我们有这个新我来代替 但你说 肉体的行为 不是救我吗 我不是 肉体的行为 是属肉体的 你含有信主之前 同样有肉体 你还是有肉体 你应该你会得 你会发脾气 你会心情不好 一样的 这个是叫肉体的行为 OK 但内在的人 也就是那个救我 已经变成新造的人了 新的人 新造的人在基督里 这内在的人已经变成新造的人 圣灵就是那一位 借着神或以感动你 让你接受主的永生生命 以及借着神或以感动你接受耶稣的 因此在罗马书 有这一句话 讲说 圣灵 我们的心灵同正 我们是上帝的儿女 你将知道你是上帝的儿女 不是因为牧师说 你接受耶稣了 好 你现在是基督徒 你可以做基督徒了 你是上帝的儿女 不是的 你的心里面很清楚的 你也有印证的 你就是神的儿女 你是上帝的儿女 不是你的 别人说 还是你来教会几次 你祷告多少次 还是读了圣经多少次 而是你在你的心灵里面 有印证出 你是神的儿女 因为 已经 从圣灵里重生的儿女 有圣灵同正 他是上帝的儿女 因为 圣灵在他里面动工 你必须接受圣灵 或者圣灵的充满 就像你当时 接受耶稣基督一样 以前你虽然知道 有个耶稣来拯救世人的罪 但这对你毫无没有 毫无帮助 直到有一天 你把耶稣接受了 成为你个人救主 同样的 今天你知道 圣灵带领你认识耶稣 圣灵他感动你接受耶稣 但这对你毫无帮助 直到你一天接受他 让他来充满 我们来看另一个经文 这个经文就是说 同样明白吗 你怎样接受耶稣 你要接受圣灵 哎呀 我信耶稣就好了 圣灵在我里面 不 圣灵在你里面动工 圣灵在你那边动工 但你必须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你把圣灵接受进来 明白 所以我在第二个系的时候 我就讲说你一定要被圣灵充满 你必须要接受圣灵工具 看下去 第二个 大家讲在圣灵里的生活 在圣灵里的生活 在圣灵里的生活 OK 你就帮我读一圣经文 那个过文你不用读 一二三 我用方言祷告 是我的灵祷告 但我的心没有佛效 没有佛效 圣经说 当你在方言祷告的时候 你就是你的灵在祷告 当你用悟性祷告主耶稣 我感谢你 你带领我 这个你是用悟性祷告 悟性祷告的时候 不一定是你的灵 当你当放言祷告的时候 圣灵姐妹 是你的灵在祷告 是你的灵在跟神沟通 所以为什么放言祷告那么重要 很多人信耶稣之后 圣灵充满之后 他们没有常常放言祷告 你必须要显示在你的灵里面 用放言来祷告 当你放言祷告 圣经讲 是你的灵在祷告 你的悟性 你的思维 你的思想 脑袋没有 我是要不用操作的 你看我们在讲放言的时候 勾入勾勾勾血 我没有计划 我没有计划 下一句要这么讲的 当你跟他讲过 你要跟人家沟通的时候 你必须想 这个人讲话没有经过答案 他没有思考 悟性是要思考的 我怎么样跟这个人讲话 我怎么样讲话 他比较好受 他比较舒服 还是我要跟他吵架 我就用一个尖锐的 或者刺激性的话 跟他讲 让他吵架 都是在于你的口 对吗 但是灵里面的祷告 是不需要经过你思考 要怎么样祷告啊 怎样 你用灵里面祷告 我从来没有plan 我的这样一句是 我没有plan 我没有寄过 这样一句要怎么样说 但是我的灵里面在祷告 可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下去 可以我们再看一段经文下去 没有限制 你的灵人 你这个真我 你的内在的人 没有成长 OK 圣经讲 那说方言的是造就自己 你怎样造就你的灵命呢 你必须要强调 在圣灵里面的生活 必须常常方言祷告 用你的灵来祷告 你让你的物 不要就是靠你的物性 很多人啊 很多基督徒是用头脑来做事 用聪明 聪明智慧来做事 但以为很logic 但是上帝通常 通常上帝的做工 上帝做的事情 是不按logic logic来做东西的 不按到你的逻辑来做事情 阿们 我们继续看课圣经节目讲 在约翰福音第七讲三的七节和三的九节 借起的末日就是最大之日 耶稣站在大声说 人 老民 您帮我们比较易的喊 人 有么可乐 可以到我这里来和信 我们的人 就如今上所说的 从他 从家里为主 活着人家而来 耶稣 这么多 就是 神经病人 要受圣灵说的 神经病人 那是大命之下 圣灵来 因为耶稣 神经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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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说 神经病人 活出活水的降温来 Out of the valley The Bible says in英文 Out of the valley That throw out the river of water 就是从你的valley 你的最神的主 所以你必须让你的灵人坚强 你必须让你的灵人堂堂被训练 我们常常过一个很理所当然的 要睡觉了就去睡觉 要吃饭就去吃饭 要去休息就去休息 这是很自然的 但是你要过一个圣灵里面的生活 你必须要让传长断念你的灵人 信耶稣之后不只是停在那里 你必须要让你的灵人被造 被坚强被塑造起来 很多基督徒因为他生命腐败 他生命软弱 他常常靠着灵 不是靠着圣灵来生肆 他们是靠着肉体来生肆 哎呀 人伤心自然 人流泪自然 人伤心自然会流泪啊 我伤心嘛 就是你靠你的肉体 你的情感 圣经说你必须让你的灵来掌权 每一个要侍奉神 每一个要让神使用被神使用的一个人 他们都是灵里面坚强的人 保罗说什么 在以弗所说第六章一时间 你要靠圣灵 你要靠圣灵 靠主的灵 大人大力做钢墙的人 很多人 我们浪肉体 要睡觉了 读圣经两遍 呃 睡觉 他就这样过去了 我要 我要近视报告 哎呀 眼前有一个 拉萨 一个 插波条 这么美味 洛洛斯拉玛的插波条 小红帽的 很贵的啊 八块半一半一盘啊 就输了 我们常常让肉体来生死 让肉体来掌权 让我们这些无关的来掌权多过 圣灵来掌权 一个灵刚强的人 是完全让灵来掌控 你说你问我 牧师 你难道你没有软磨的时候吗 你没有爱睡觉的时候 你没有累的时候 你没有心情不好的时候 我坦白告诉你 有 那我怎么样做呢 我是每一次 我遇到我很累的时候 我都在这样 我都在放你 坦白说 我让我的灵人 站起来 我压我的肉皮下去 通常你让你的灵人 站起来的时候呢 你就能够 不一样了 好像你要近视祷告 你看啊 眼前有一 我也有很多试探的嘛 那个东西也很好吃的 但是我要告诉我肚子 我告诉我肚子传达一个信息到我脑海里面 前面那个蛋糕一定很好吃的 那个是srawberry的 blueberry的 很好吃的 你不吃你就没有吃了 就流失这个好机会了 signal 但是我的灵人 我每次遇到那个情况的时候 我的灵人说我 我让我的灵人展全都 我卖个赞我才是主人 我现在要依靠神 我要进食祷告 我要依靠神为神做工 当你让他们断面你的灵人的时候 你灵人就这样 有些很多人以为说 牧师啊我怎么样在我的生活中 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 有破败魔鬼的生活 很多时候不是因为当下有试探你去胜过他 你的胜过是在你每一天的锻炼 你每一天按你的灵人的掌权 好像有一件事情让我很生气 我可以让我的脾气 随着我的脾气 随着我的心情 随着我的 我的那个什么 让他自由发挥 让他一发不可收拾的 可是我可以 我怎样来控制这个场面 我怎样来控制这个环境呢 我必须对我的灵人 我是麦克战 我主权 我是个灵人 我是个主人 你听我讲 我把我的情绪压下去 让我的灵人来掌权 灵人总是走主的路 让主来 让听主的 做逃生喜业的事情 阿们 所以 耶稣告诉我们说 圣灵住在我们的腹中 也就是灵里最深之处 但有人说 可是我没有感觉到圣灵 他可能离我而去了 然后我们来看圣经怎样说 圣灵有没有在你里面 不是靠感觉的圣灵里面 大讲圣灵藏处的目的 圣灵藏处的目的 我 把你们读啊 Practic都不用读 一二三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是灵人 为我保卫师 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 就是真理的圣灵 乃是人不能接受的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知他 因他藏与你们同在 也要站在你里面 圣经说 耶稣 耶稣说 我要求父 父就另外赐你们一位 保卫师 这保卫师在希腊 也能叫 Balakristos 我解释过 这个保卫师的意思了 这个Balakristos 这个保卫师 就是说 三万一个人 站在旁边 ready 来帮助你的人 他是一个安慰者 他是一个帮助者 他是一个你的诉求者 就是你的法律师 随时求帮助他要永远 大家讲永远 永远 以你同在 法卫师不是讲圣灵吗 他接下去说 就是真理的圣灵 哪是人不能接受的 真理讲 不是每一个人 能够接受 唯有接受 耶稣基督之后的人 才能够接受 因为不见他 也不认识他 但因他 常与你们同在 也要在你们里面 所以圣灵的本意 圣灵的渴望 圣灵的希望 不只是在外面来感动你 来对你说话 而是就在你的里面 就在你的灵里面 来掌权 我们看到谁啊 OK 你帮我们读一下 一二三 直等圣灵的圣灵来了 他要引到你们 一百切真理 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 乃是把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 并且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哈啰 兄弟妹 圣灵要住在里面 不只是住在里面 啊 你们啊 啊 手拉手 手牵手 啊 这很好啦 有圣灵在我里面 圣灵在我里面 我就 不是这么一样而已 圣灵在里面 有的目的 就是要将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大家将来的事告诉你们 所以为什么基督徒 你不只是上帝要你 只是做一个普通的基督徒 而过于你的普通的生活而已 上帝要你做过一个超自然的生活 大家超自然的生活 超自然的生活 你配得我配得你 而且是应该每一天活在超自然的生活 因为你有圣灵在里面 圣灵降临 它有个目的 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 而且住在我们里面有个目的 那就是成为我们每一个人 成为神子民 我们成为一个先知的国度 先知性的一个百姓 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情 因为当我们知道将来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至于挫败 我们不至于做一个失败的基督徒 我们常常为我们生活上的 柴米油盐酱猪茶 和生活上的一些细节的东西 常常做错选择 我们和人讲 男怕路错行女怕家错 对啊 但是我们基督没有 基本上基督没有为这个烦恼 上帝会告诉你你应该做的事情 很多人 很多基督是这样 他从来都不在乎他的生活 他也不问主啊 我这一辈子 你要我做的是什么 我的使命是什么 难道我的生活就是为了要吃饭睡觉 然后工作 然后就去老婆 或日子这模样而已吗 每一个人 每一个基督 每一个上帝的儿女 你必须要懂神的旨意 神的旨意 不是靠着你这样发给 然后牧师告诉我啊 神的旨意 我也告诉你不了 因为你是一辈子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你 当下这个阶段 可能圣灵感动 我跟你讲 当下这个阶段 上帝叫你做什么 但是我不能告诉你 你整个生命 你的生命一天要交账的 你要交给耶稣的 你要跟耶稣 要问你说 你这一辈子 你知道吗 一天你和我要去见耶稣的时候 是什么 耶稣会问你两个东西 一定会问的 第一 我将我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你 这件事情上 你做了什么回应 感谢主 如果你和我都回应 接受耶稣 你做得很好 第二 我将我的恩赐 赐给了你 我在你身上 所投资一切的恩赐 你将这恩赐做了什么 有些人不是一样哦 有时候我一直 吞吞吞吞吞 你们的心态 有些人态度是 哎呀 我可以做不是做咯 我方便不是做咯 我方便不是做咯 我不方便我先做 我的时候就先 优先 等次 很多时候 我们把神的事情 放到最后 做自己要做的事情 比较要紧张 兄弟妹 这个属灵的生活 必须要讨诈 在圣灵里面 圣经告诉我们说 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要永远 这应许没有讲到 他只逗留两个星期或者一个月 他就说永远 圣灵 有在我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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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伤心的时候 他是安慰你而已 他要引导 他讲你引导 引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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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圣灵是一个引导者 在你圣灵当中 他要引导你 明白一切真理 他要教导我们 让我们明白神的真理 喂 我们继续看下去 所以 耶稣告诉我们说 我已经讲过了 我再跟你 引导我们明白 告诉我们 将来要花福的事情 我们继续看下去 接下来 大家讲 圣灵向人说话的事实 圣灵向人说话的事实 好不好 你帮我读这几个经文 好不好 一二三 圣灵对人说 你去跌进他车头 彼得还思想那一项的时候 圣灵向他说 有三个人要找你 起来下去和他们同往 不要疑惑 因为是我拆他们来的 他们侍奉主 进食的时候 圣灵说 要为我分开 把他帮和扫罗去做 我照他们所做的工 到我们这里来 就拿我帮罗的腰带 捆上自己的手脚 说 圣灵说 犹太人在与杀人 要如此捆帮这腰带的主人 把他交在外方人的手里 OK 我相信这些经文已经足够 其实还有很多人要写 也抄起来要写给你很多 圣经关于讲到圣灵说话 圣灵对我们说话 是在早期教会 在圣经里面是很普遍的一件事情 为什么今天我们好像是很奇怪 但说圣灵在说 怎样 圣灵会说 圣灵会说 圣灵会对我们说话 圣灵会对我们说话 我们看圣灵说话 是一个很稀奇 很不寻常的事情来的 可是你从圣经里面 如果你打在电脑里面 或者上网寻查圣灵说话 圣灵说话 在这个 那个引述里面 你会发现到很奇妙的 你会看到圣灵对我们人类 对我们教会 对信徒 对圣灵的儿女说话 是一个很不常不常 发生的事情来的 圣灵要对我们说话 我必须让你给你一个关注 圣灵要对我们说话 多过我们对祂说话 我们有需要追耶稣 你帮助我们才开始说话 但是圣灵 但是神啊 要对我们说话 要跟我们沟通 要跟我们谈天谈聊聊 多过我们想跟祂聊 我们常常时常为了我们的东西 为了我们的生活 为了我们的工作 为了我们的事情忙 忙到一个程度 我们没有时间跟神说话 圣灵要对我们说话 这些经文都是告诉我们说 我相信这些足够让你使你了解 原来圣灵与我们人交谈 是能与我们人交谈的 那么圣灵是否跟我们耳边 这样讲说呢 不是的 圣灵节目 让我们这些肉体 肉壳讲话 我们来看另外一段经文 大家帮我领讲 一二三 圣灵节目 圣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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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告诉我们说 这里有几个东西 你必须看得到 它安心 什麽是熟血起的人 熟血起的人 就是靠肉体 Tschinn 做事的人习惯性的 要去睡觉 要吃饭就吃饭 要去做 靠聪明和灵巧做事的人 就是靠脑袋 靠知识的人 然后什么是属灵的人 属灵的人是那个内在的新人 是新造的灵人 新我 原来圣灵只有跟我们的灵沟通 其他的部分绝没有 绝不能够参透属灵的事情 阿们 所以圣灵妹今天要跟你讲 今天要做什么 圣灵讲得很清楚 属血气的人 不会领会圣灵的事情 如果你只是要过着 如果你不追求 你也不祷告 你也不读经 你也不讲方言 你的生活就会遇到很多问题 很多人说为什么我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因为 我们应该 灵人是被锻炼的 信了主耶稣基督 你不能停留在 我只是信仰耶稣 每个星期一天我来教会 那就好了 我已经立行完成 基督该做的事情 不是这么样的 圣灵妹妹 你必须要让你的灵人 每一天都在训练 祷告是一种训练 读经也是一种训练 灵修是一种训练 但是很多人没有 当这些回事 当这些 属灵的生活一回事 所以他就 有点是baby 他看情绪 心情 心情很嗨 他特别参加什么聚会 不然牧师讲对 他一件事 哇就很嗨 很高兴 很热忱 可是 这个热忱会没有掉吗 会了 这个热忱会因为 很多 慢慢的淡化 人是一个习惯性的人 他会 会那个事情 之后他会淡忘去 人会忘记的 伤亡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常常在主里面 常常要 灵修 常常要 祷告 要读经 就是因为这是一方面的观念 信主耶稣不是停留在那里 信主耶稣不是 我信了耶稣就好了 那就过我的日子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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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做你的事情 我做我的事情 我 我 我在这里 神话 你在 听他神话 OK 很好 感谢主 那就好了 不是 你必须要常常追求 你的灵 灵人如果没有常常跟上帝沟通 有沟才能通 不沟不通 所以你必须要有通 要你的灵跟神的灵 沟通 能够通的话 就是必须要常常沟才能通 所以沟通啊 这个concept 沟通的概念是双面的 不是单方面的 如果一个家庭 一个两公婆 只有老公在家 或者老婆在家 这不叫沟通 这在 所以会出现很多问题 沟通是两方面的 我讲 你听 你讲 我听 这在叫沟通 所以在灵里面的那个 断念也是一样 一样 你常常宝告 主耶稣 我感谢你 求你 让我更爱你更多 让我能够 侍奉你更多 你讲 那是你讲的 你跟上帝讲的 那你必须要学习 停下来 让神对你说 很多人就 奉耶稣的灵 阿们祷告就走出去了 然后耶稣说 我要 我 我 你不在了 你不在那个房间 我跟你讲 我的时候你不在了 所以说 你的灵修 你的灵人 一定要被关联 你的灵人必须要有这个 神的话语 如果一个 一个小孩子 出事 一个灵人出事 他就像一个baby这样 你不会自动说 哎呀肚子饿 给我去厨房拿东西吃 哎呀我去煮饭吃 我去泡自己泡 牛奶饿 我有这样的 婴孩 我们蛮恐怖一下 但是我们都是属灵的婴孩 我们不会自己找东西吃的 所以你必须要 要锻炼 你的灵人必须要被锻炼 祷告 来祷告会是一种锻炼 是吗 你来敬拜是一种锻炼 你读经是一种锻炼 所以这个东西 这系列的锻炼必须 让你的灵人在里面被更新 让你的灵人成长 懂得寻找 食物池 你的灵人才能够刚强 那么你的灵人刚强 不刚强 其实是很简单的 在你各种的环境里面 在你各种的 试探里面 生活里面 看你怎么样的胜过 就知道你的灵人坚不坚强 没得骗的 你自己很清楚的 你的灵人强不强 你的灵人够不够坚强 你的灵人能不能抵御抵挡 试探 抵御那个魔鬼的攻击 其实是你知道的 你知道很清楚的 你常常祷告 你常常放言祷告 我不能鼓励 再鼓励了 你一定要放言祷告 唯有在放言里面祷告 你才能懂属灵的事情 因为 血气的人 血气就是你肉体啊 你的五官在眼睛看到 你眼 有时候告诉你 这里面 你眼睛所看到的东西 不一定是 对的 你听来的笑 也不一定是对的 你必须要让你的灵人被 属灵 让你的灵人被塑造 唯有这样 你的灵人被塑造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透 他来讲看透 看透 圣经说 因为 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属灵的人能够 看透 万事 不只是 你的 家里 家里面的人 的事情 不了 不只是 你工作上的事情 不了 不只是 你个人 跟人际关系的 事情而已 你必须要懂 你站在哪里 你的 方位在哪里 圣经讲 属灵的人 惨透万事 当大家跟我一起讲 属灵的人能 看透万事 属灵的人能 看透万事 阿们 万事不只是 一件 万事不是 两件 万事是 所有 保罗 不会 撒谎说 哎呀 这是跟你讲笑的 不对的 这只是 只是讲而已 真的 属灵的人 不能够看透万事 牧师为什么 我不能 我没有感觉到 我看透万事 有时候 我还 很傻傻的 被人家骗 你必须要有 灵人 灵人 必须要 被坚强 灵人是 怎么样坚强的 就是靠着你 读经 祷告 慢慢的磨练 慢慢的 sharpen your spirit 让你的 灵人 敏感 属灵的事情 灵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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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三个礼拜 那个 一堆弟兄来 说 姐妹来 弟兄姐妹来 来找我 是吗 你们有在那个 敬拜 家里面的那个 敬拜小组里面的 你就知道 他来找我说他 他跟我讲他的事情 故事 说 他遇到 麻烦 他的身体 不由自主 能够 自己不能控制 去做一些动作 很奇怪的 好像 好像都知情这样 你必须要有 灵感 你的灵人 敏感 你就能够 帮助这些 灵 有灵 灵里面有 需要被帮忙的 灵神前面 你必须 磨练 我接下来 下个礼拜 我就会跟你们分享 有关开始 如何 聆听 圣灵的事 所以在 圣灵里 内在的人 是 讲到什么呢 讲到我们 信了耶稣 过后的 支持 大家 重生过后的 德国 一定要有 一定的 生活 不一样的生活 因为 你是被 用 高价买来的 然后 上帝的旨意 不只是你 重生过后 就OK了 放你再提 放你再提 地上 你们自己生活 但是 圣灵 要我们 接受他 让他 让我们 能够在 圣灵里面的 生活 他讲 在圣灵里面的 生活 在圣灵里的 生活 然后我们也从圣经里面看到呢 圣灵要 住在我们里面 要永远 与我们同在 住在我们里面 有个目的就是他 要对我们说 将来的事 他讲 圣灵藏住的目的 圣灵藏住的目的 那么我也给你 几段的经文告诉你 圣灵 跟人说过的事实 不是虚空的 不是诺能讲的 只是 平空想象 脑袋想 所以我们常常听不到 圣灵我讲过了 脑袋 不是 我们常常讲 啊 我们在等 很多人 不是我 我试过 我祷告 我也听神的声音 我等五分钟 十分钟 三十分钟 都有听到 圣灵 因为你希望从你脑袋里面 听到 圣灵 你从耳朵听 不可能的 圣灵怎样跟你讲话 对你的灵人讲话 你灵人在什么情况下 能够接受 圣灵的 你 对你讲话呢 是你在 你准备好的时候 在你的灵人 被预备 有祷告 放你祷告 放你祷告是最好的方法 常常祷告 放你祷告 你的灵人就很敏感 很敏感的 聆听圣灵的声音 我说过 如果你要听 九八八 你不能调 九十四点五说 我要听九八八 我要调 四十点五 来听九八八 不行的 你必须要 调对的channel 对的频率 对的频道 来聆听圣灵的声音 接下来 下个礼拜 我就要跟你分享 圣灵的 如何对 在你里面 对你讲话的几个方面 包括你的良心 包括你的 环境 包括圣灵本身 对你讲话 接下来 这个 接下来的系列 很重要 来我们做个 我们来做一个 结束 当大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